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声称 民进党团会在12月31号完成索费反身头法 在立法机构闯关通过引发岛内谴责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24号表示 若民进党执意在狱里通过反身头法 他将带台商到立法院集结抗议 组合台湾多家媒体消息 郭台铭痛批 这辈子没带过任何人到立法院抗议 若民进党执意12月31号强劲通过反身头法 他将带台商到立法院集结 当时太阳花怎么反服貌的 他们就怎么反对民进党 他还直言自己要睡在那里 郭台铭表示 他自认对两岸还算了解的人 都不了解反身头法的内容 民进党因为怕明年选举后一党不过半 竟打算仓促立法 身为主政者应该主动向民众沟通 而不是相反 此外国民党党团总赵曾明松等人 昨日举行记者会 质疑反身头法草案违反程序正义 定义模糊 恐使在大陆超过百万的台商 台生台青陷入险境 形同绿色恐怖障定 兰尾王玉民表示 民进党挤推反身头法牵涉太广 影响层面太多 一旦通过 连到大陆旅游都会可能动辄得救 难道民进党要让台湾回到戒严时代吗 王玉民喊话蔡当局 希望能悬崖勒马 党内2020选举临近 蔡英文却要求强推反身头法 持续操作孔中牌 限制两岸交流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放连指出 民进党当局通过修法等手段 不断进行政治操弄 煽动两岸敌意 限缩打压两岸正常交往 实际上已经造成台湾民众 特别是台商台生 人心惶惶 草木皆兵 发言人表示 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变换手法 目的都是为了恐吓 惩罚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 已经在台湾社会造成绿色恐怖 他们企图以此来谋取政治资历 不得明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